2019除夕将至,在外漂泊的人们风雨兼程赶回家,就是为了和家人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吃一顿团圆饭。 对素来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来说,作为春节的重头戏,年夜饭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,更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家的眷恋。 从在家自备年夜饭,感受和家团圆的温馨氛围,到预定餐厅年夜饭,体验专业大厨打造的精致美味,再到订购半成品年夜饭,既能免去刷完洗锅的繁琐,又能享受在家用餐的温馨。 随着时代发展,年夜饭逐年成为反映人们生活方式变迁的舌尖缩影。 作为一年中难得的亲人团聚,四十同堂的重要时刻,不少人认为,年夜饭就应该在家吃,男女老少整整齐齐坐上餐桌,关爱孩子,孝敬长辈,一家人齐心协力,置办一桌丰盛的家乡菜肴,拔展延欢,相互祝愿,公愁交错间,感受的是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味道,端菜抹桌, 洗碗刷碟,体会的是归家返乡,亲友团聚的幸福和温暖。 我们基本上是在家吃,基本上过年了,希望能在家陪陪老人,要么就是一起回老家,要么就是和老人在家吃,都是自己做,一般都是老人上手的比较多。 在家吃呢,是因为当时家里人多,热闹。 随着时代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越来越多的七零八零后,选择走出家门,带着一家人走进餐厅饭店,预定一桌品类丰盛的年夜饭,竟能免去了处理食材。 煎炸炖炒,洗碗刷锅的辛劳与繁琐,又能享受到大厨烹制的可口美食,为劳一年来工作的艰辛。 一般外边吃吧,省点事儿,家里边人多,回去省着硅着也省着自己弄了,外边做的一般口味也不错。 现在我一般都在外边吃,吃了今天是第三年了,外边比家的气氛要好,接触人要多,口味要好一点,但是家来还是有一定麻烦的,你硅着弄都是麻烦。 近年来,预定餐厅的年夜饭成为不少人的除夕首选,年夜饭预定也从提前一周到提前一个月,甚至到提前半年。 原本早早些年的餐厅饭店也都打起十二份的精神,为即将到来的年夜饭做好准备。 提前一个多月就订完了,然后春节期间呢,然后上午中午这堂做呢,订的相当多,基本上呢,订出80%了。 百分之六七十的客人都是年年在这儿用餐,今年吃完了,当时的押金它都不退了,明年我还要这地儿,明年我还来,可以说百分之三十的客人,押金呀这几年,全都不退,全都不退,它怕到时候没地儿了。 历经时代的变迁,如今家家户户的年夜饭早已超出了吃的范畴,如何把团圆饭吃得温馨,吃得方便,吃得舒适,日益受到人们关注。 近年来,一种既能享受在家用饭的温馨,又能尝到专业大厨手艺的半成品年夜饭,在不少餐厅兴起,受到人们的追捧。 所谓的半成品年夜饭,就是指餐厅大厨将菜品的所有食材加工至九成,将烹饪熟的食材与已经调制好的各种调料分开打包。 顾客将半成品取回家后,只需将食材与调料混合并简单加工,即可将菜肴上桌品尝。 传统的这个红烧牛尾,一般家里头得几个钟头,像这个呢,我们准备好了秘制调料,然后跟那牛尾呢,放在一起, 一加热一固的,略微一刮芡,就齐了。 这糖柳卷果,这糖什么的这些,实际上一撒上也可以吃,很简单的,腰狗虾球呢,然后这配料都准备好,回家就跟炒青菜似的,一炒就齐了。 这圆毛散的呢,也入味了,回家有点汁,然后一热,把香菜胡椒粉一撒上就齐了。 像这样一份食人量半成品年夜饭的价格,在700元人民币左右, 是同样菜品在餐厅用餐价格的一半,原本要一家人忙活大半天的年夜饭,只需短短半小时即可起锅上桌。 半成品年夜饭,因其快捷美味,价格实惠,受到人们青睐。 我们家呢,是有那个90多岁的老人,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呢,是说买一些那个半成品,然后回家之后再制作一下,就是那样吃。 第一个肯定是方便快捷,还有一个是很多,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不会做的菜,又想吃的,就可以从饭馆买一些,这样既尝到了美味,而且在家里吃也比较温馨。 像以前自己做,自己买,就是说你得先买去,买完之后呢,回家又收拾又洗,有些蒸的呀,煮的呀,都特别费时间。 像这半成品呢,咱们就说有的一热就可以了,这么着呢,节省了很多的时间,然后更多的时间呢,大家就是说家里人聚在一起,聊聊天啊什么的,亲情这个氛围比较好。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进步,除了半成品棉叶饭,大厨上门私人定制,棉叶饭宅鸡送,网购团圆饭等新形式棉叶饭,也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。 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棉叶饭的前世今生,映射的是人们对生活品质更高的追求,承载的永远是人们过去一年辛酸苦辣的总结和感恩,是远行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眷恋, 是每一位华人对千年传统春节文化的纪念和传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